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开箱 这个盒子上面全部都是logo 所以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我前两天发现by far有天猫旗舰店 所以我就在上面逛逛逛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就下单了 这是我今年买的第一个包包 其实想要在春夏买一个颜色比较亮的包包 但是挑了一圈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我现在就来拆开给大家看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by far的mini 我买的这个是米灰拼接的蛇纹 有点那个喜马拉雅的感觉 但是它是环保皮就是比较棒 百发这个品牌应该所有的包都是环保皮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家可以纠正我 里面有一个肩带 肩带上的纹理也是这个蛇纹 它这个肩带可以调节尺寸还蛮好的 其实在喜剑店挑的时候我还有考虑比较亮色系的其他包 但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经典 而且我从来没有蛇纹的包包 就还挺特别的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两年前买过这个by far的这个Rachel夜下包 这个的话其他都挺好的 唯一就是它的拉链很鸡肋 就经常会卡住 跟mini的话是这种扣扣的 就好很多 现在我准备把我的东西装进去来感受一下它的容量 先买之前我很好奇它能不能放得下iphoneplus的手机 我看官网的那个包包尺寸描述是比iphone的plus要宽的 但是我刚刚发现它其实是放不下的 plus的手机已经比它宽了 不过我还是来塞一下看看吧 它可以塞进去 就是因为它边边上的这个地方是软皮的 它是可以这样凸出来的 所以iphoneplus的手机是可以塞进去的 现在还有钱包耳机和钥匙 塞进去了 就手机钱包钥匙耳机都能塞进去 我还想试一下把这个免洗洗手液塞进去 但我发现有点太勉强了 其实如果大家没有钥匙的话是可以塞得下这个的 我现在就把吊牌都拆掉 然后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上身 如果之后就是做可能小中包的分享之类的 再仔细的跟大家介绍 今天先来一个比较简短的开箱 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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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